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康街燒辣 這是這間店側面的樣子 那這邊不好停車要注意 他們燒辣還蠻好吃的 很平時的店家 老闆娘你好 那我要一個燒肉飯這邊吃 但是我外帶兩個便當是燒鴨飯 然後加一根香腸 這個香腸 加一條 對各加一條兩個便當 然後不要切 也不要淋醬 這個紅色的 不要切 一條 然後就是一份鴨肉便當加一個香腸 然後兩個 兩個燒鴨飯 加兩條鮮辣茶 那似乎是這個 非常有名的店家 貓大爺也推薦 今天這個麗湯是這個 鴨脖子豆腐湯 好吃啊 是不是在那裡開好幾年了 在這個燒肉飯 在這個燒肉飯 燒肉飯 先出來先啊 好不好 燒肉飯 燒肉飯 好吃入味 然後 肥瘦香煎 好 真的 很棒 嗯 燒肉皮超酥脆 這個燒肉 功力真棒 吃起來就是 吃起來就是 上面香酥 香酥 然後肉汁 吃液 然後油脂香 那很棒 配菜也相當有水準 讚 可以吃得出這個店家的用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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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出 Halo 好 燒肉跟黑茶都美味 讚 好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真的很好吃 好 那菜單就在牆壁上 聲音也非常好 那師傅手藝也非常的棒 那各位來就祝用餐一塊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土城的芙蓉月台便當 這是這一間店側面的招牌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成年不變的好味道 老闆你好 那我來個招牌 謝謝 好 直接吃就好 直接吃喔 OK 老闆相當的和善 那現在就吃吃看 肥 嗯 鹹香夠味 然後香腸的斜刀切一片 然後它這個紅燒肉就 鹹甜鹹甜 鹹甜鹹甜 好像還帶有一點淡淡的 八角香氣啊 好 假醜吧 好 假醜吧 好 剛剛的高麗菜葉子超級長的 好 這樣才75 我覺得算很平價 好 這樣才75 不錯喔 滷蛋也蠻入味的 哇 吃用吃吃這個什麼 西部一等米 清脆甘甜的高麗菜 背心嚴選的台灣黑豬肉 樣樣獨門製成一物 十年的古早味傳神 我應該在草叢旁邊說會有昆蟲 嗯嗯嗯嗯嗯 各位正史本人說的句句屬實啊 拜託不要來搞我 我沒搞你不要來搞我 哈哈 一次 好 是不是老店我就不知道了 好 好,那我盡快吃完了,免得被昆蟲污染 好吃啦 它湯也不錯,我是味噌湯,還蠻濃郁的 感覺餐廳比一般的福隆便當還好吃 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這一家的福隆月台便當好吃 那各位來,祝你東山一塊,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專業造鵝仔麵線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在土城中華路的交界處 大碗55,大碗80,小碗55 小碗好了 小碗,然後我要一份豬皮 然後想要蒜蓉多一點 蒜蓉自己加,我之前有加香菜,什麼都不會加 好,這樣 85啦,一個小 好,那就嘗嘗看 好,那料都沈在下面 蒜水在這裡 好像...一種東西 不講 加上這個很辣的辣椒 好,那現在就嘗嘗看 它料都沈在下面 大腸鵝仔麵 大腸鵝仔麵 都好吃耶 它主體就是大腸鵝仔麵 跟這個肉鵝 很好吃 好,菜一碟 很好吃耶 香,分分分分的好 大腸感覺是問題耶 很香 麵線很好吃 好,幸虧我沒有幾次加料 原本我想要加蚵仔 它大腸比較好吃 大腸背上面線真的很讚 春筒風美味 可能是季節不對吧 感覺鵝仔沒有很鮮甜 這個豬長得好啊 滿滿的腸子 盤踞在我腦中 真的是腸 長長久久,好吃 好吃 好吃又Q彈 Q彈又好吃 讚 感覺是一家老店 讚 柴魚湯底了 然後大腸比較好吃 肉更低了 然後最後是鵝仔 辣椒也很夠健 然後最後再這個 大蒜配豬皮 你看 充滿小薑薑的味道 然後豬皮 Q彈有勁 洗得很乾淨 讚 這個薑汁要配在白飯上 又可以再吃一碗飯 都很棒 應該要點大碗 可以放心來吃,很好吃 第一家便當建議外帶回去吃 那個小昆蟲太多了 哈哈 這在裡面吃 然後冷氣還蠻強 啊,我的豬皮 讚 好,那這一家就是 專業造大腸拉麵線總店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們用餐愉快 今天又是一個晴朗的天氣 拜拜